这边就是他这个收集的箱子啊 犹太人的这个 来了之后呢要把这些东西都登记 箱整的不少啊 这边是鞋子 大部分这些东西啊 那么由于德国的这个工序处理 他大部分这些产品最终是要运回国内去的 你看他收集的很多木树啊 牙刷啊 鞋子啊 箱子啊 衣服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最终是会被送到德国 支援德国的贫困老百姓 然后呢 这个犹太人就被进一步处理 继续我们继续 进一步继续